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在從事科普教育的工作中 我發現 平常人們聊天的時候 總是會把天氣當話題 就算不把天氣當話題 我們聊天的話題中 也跟天氣息息相關 我們今天穿得多 穿得少 感覺熱 感覺冷 這些都是我們常掛在嘴上的事情 至於說到颱風 當颱風靠近的時候 如果是像我一樣的上班族 就會問說 這個禮拜 有沒有機會放到颱風假 我的同事也喜歡這樣問我 但這個問題其實非常難回答 往往在颱風過後 就會被罵 被罵什麼 你沒有說準 你沒有預報清楚 但是呢 當我們在罵這些預報不準之前 我們或許可以先嘗試一下 了解颱風 了解颱風它是如何的難預報 了解颱風是如何的 為我們帶來這些災害 那如果我們從太空中 來看颱風的樣子 就會像這張照片一樣 這是從太空站上面拍到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颱風呢 它就是一大片雲 那雲的中間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那這東西是什麼 是颱風眼 那颱風的樣子呢 加上颱風眼 各位是不是覺得有點像甜甜圈一樣 那甜甜圈的中間 我們看過去也是一個空洞 那這個空洞呢 就是代表颱風眼它是沒有雲的 是非常乾淨空洞的地方 那颱風呢 它的運動呢 也是呈現像圖中這樣漩渦狀的 就像我們把浴缸底部的塞子拔掉 開始漏水的時候一樣 水一開始會轉得很慢 接著會越轉越快 越轉越快 轉得很快的時候 然後中間也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空洞 就跟颱風眼一樣 所以這告訴我們 當颱風靠近我們的時候 突然間從狂風暴雨 變成天氣晴朗 先不要急著出門 我們先看看氣象預報 或者是氣象報告 颱風到底走到哪了 說不定它只走到一半 我們正好在颱風眼裡面也說不定 那這樣的颱風呢 看不出來它有多大 一般的颱風它的直徑 至少都有三百公里以上 那甚至四百五百公里的都有 那這樣的雲層它有多厚呢 我剛剛有講到是巨無霸 那它的厚度呢 我們可以想像成像 三十棟或四十棟 垂直疊起來的一零一的高度 有十幾公里 甚至將近快二十公里的高度 這麼厚的雲層裡面 到底都是些什麼東西 其實這些全部大部分都是雲所組成 而雲呢 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水 水呢 它在自然界會有循環變化 有三種樣態 有固態、液態、氣態 這回到我們國中 或許都有學過一些 那水在蒸發的時候呢 它會吸收能量 就像我們煮開水一樣 我們煮開水必須給水熱源 它就會比較容易蒸發 那反過來來說 它在凝結 變成天空中的雲的時候 它就會放出熱量 所以我們在看水 在自然界的循環 它不只有水這個物質的循環流動 它還包含了能量的流動 這些能量會吸、會放 那我們把這樣的道理 應用到颱風裡面會是怎麼樣子 剛剛我們從衛星上面看到了颱風的樣子 我們現在把颱風切一半 從側面看我們會覺得它有點像 我們這邊說香菇好了 香菇的頂是不是有一片 那一片就是它頂部的那個雲 那中間呢 最強嫩的那個梗呢 就是我們常說的颱風眼的眼牆 眼牆是很強壯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下面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雨帶 然後這雨帶呢 也不是像我們從衛星上面看到的 那麼均勻的雲一樣 它有空隙也有雨帶 這代表颱風裡面是非常不均勻的 那能量的變化呢 它會在海面上 溫暖的海面上吸收大量的熱量 就蒸發 那蒸發到空中呢 就會變成颱風的這些雲 那變成雲之後 它的熱量雖然放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圖中的箭頭 它也有往下的箭頭 空氣是會不斷的對流的 這些熱量呢 就會被再帶回到海上來 幫助海上的這些海水更容易蒸發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颱風滯留在海上的時候 是不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強 雲越來越多 雨越來越大 那這就是它颱風的內部的結構 對我們來說 這個能量呢 雖然很可怕 但是呢它維持了地球的一定的恆定 為什麼呢 在熱帶赤道的地方呢 海水溫度都相對的比較高 到了寒帶的地方就會比較低 那最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來自太陽的照射 太陽照射我們地球 會給我們地球能量 但是呢 大部分的能量呢 都會集在熱帶 像我們台灣也是屬於熱帶這邊 或者是赤道這邊 那寒帶的地方 其它收到的能量是相對少的 但這時候就有一個問題 我們熱帶雖然不斷的收到很多的熱量 卻沒有一年比一年熱的多 它還是維持在二三十度這個區間 颱風會幫我們把這些熱量 從溫暖的海水的地方 帶到寒冷的地方 讓我們可以居住的比較宜人 颱風並不是我們亞洲 也不是我們台灣的特產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但到了國外 它可能會換一個名字 譬如我們看美洲大陸那邊 大西洋 或者是太平洋的東側 那一邊我們就會叫它 颱風 那假如換到南半球 印度洋那邊的話呢 澳洲旁邊的印度洋 它就會叫做氣旋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指一樣的現象 叫做熱帶氣旋 但因為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區域 我們給它不同的名字 那從這張圖 我們也可以發現 台灣也很不巧的 落在這個颱風幾乎是 最劇烈最頻繁的地方 但是呢我們也會發現 颱風呢它在熱帶的地區 經過一段路之後 就會開始往冷的地方移動 那這主要就是地球自轉的關係 但是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影響我們台灣 會不會有颱風來的更重要因素 那就是太平洋的高壓 或許可能有人聽過這個名詞 但不知道太平洋高壓是什麼 在地球上氣壓相對高 像這種高壓的地方呢 你可以想像成是一個空氣的牆 空氣的柱子 它就坐落在這邊 颱風不會冒然的去入侵這個地方 當這個太平洋高壓 往亞洲這邊推過來一點 我們的颱風呢 就有可能會被它推著跑 當它縮回去一些 我們颱風就有可能提早短向 那有的時候不巧的 颱風剛好就從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穿過去就經過了我們台灣 那這當然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影響颱風的因素 包含颱風之幾 也包含這個大氣環流 這也就是它為什麼難以預測 因為它的路徑有這麼的多元 那幾乎都沒有重疊過 那就是我們很難預測的地方 不過我們非常有感覺的當然就是 今年來颱風好像災害越來越多 對於像這樣的土石流的災害 我們好像也越來越不陌生 每年好像都會再上演一次 那不只這樣的災害 甚至像這樣的水災也是 那當然我們剛剛前面一開始就講到了 水吸收能量這件事情 就是提供我們颱風很巨大的能量 那麼大氣的溫度逐年升高 海水的溫度逐年升高 它會不會對我們的颱風造成有更多的能量 有更極端的氣候呢 答案是有可能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確定 為什麼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從理論上來說 我們說看起來好像是真的 因為能量變多了嘛 它總是需要吸收跟釋放 但從數據上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 從1958年到現在 全球的均溫很明顯的雖然在升高 但是換成颱風的數量統計 就不那麼明顯 這是同樣1958年到2015年之間 颱風數量的變化 紅色的部分是西北太平洋的颱風數量 下面綠色的地方 就是指清洗台灣的颱風數量 可以看每年的數量都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並沒有這麼明顯的跟隨的全球暖化的變化 那甚至呢 在有些學者像台大學者 也有跟國外學者合作研究 發現了 如果我們單單只思考颱風的強度還不夠 我們還得思考颱風的個數 但這樣的綜合因子 下去研究就發現 暖化不一定會讓颱風的生成更去破壞潛力 但反過來說 這些災害又是事實 這產生了一種矛盾 就是我們的災害其實也是一年一年的越來越多 像我們的2000年之後 這些極端的降雨也變得更頻繁更增加 這其中呢 也包含了就是我們對於大氣的了解其實還不夠多 對於全球暖化跟颱風的關係也還不夠透徹 這些事情是很複雜的 但是複雜的事情 我們先交給科學家去處理 對於我們老闆系來說 還有更重要的 雖然古人有說人無遠慮必有盡憂 但是我們可以想想看我們的遠到底要放在哪裡 是放在十年後的颱風或五十年後的颱風嗎 到了那時候颱風會長什麼樣 我們要怎麼營運其實是很難想像的 我們反過來說 今年的颱風明年的颱風 我們準備好了嗎 那假如還沒準備好 是不是我們先從近的這些颱風開始準備 那我們從颱風是怎麼帶來災害的開始講起 這邊簡單的歸程三種主要的因素 包括颱風本身的因素 地形地質跟大氣環境三個部分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當然還是颱風本身 因為颱風的風向 雨的分布跟路徑 是真的決定颱風會影響我們的程度 但它的風跟雨是怎麼分布 怎麼影響 我們很常從電視頻道或者是氣象局的網站上面 看到灰色這張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可以告訴我們颱風走到哪了 它的雲帶分布在哪邊 但衛星雲圖還是有個缺點 它的缺點就是衛星都是很在遙遠的天上太空中 拍我們的地球 那這種感覺就像是我們如果站在101的頂樓 去看地上的人們 一樓的人們 我們可以點得出這些人的個數 但我們卻無法說出這些地上的人到底有多高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我們回到一樓 去從一樓看高矮胖的時候 這樣大家都一目瞭然 所以對於颱風我們也是用一樣的方法 我們從地面上設置雷達 雷達呢就像我們常常聽到的軍事雷達一樣 它可以偵測飛機掃描飛彈 同樣的氣象雷達它可以幫我們掃描這些雲裡面的水 哪邊多哪邊少 最前面我們把那個颱風切蛋糕的圖裡面就可以看到 颱風的裡面並不是那麼均勻的 有些地方是雨特別多 有些地方是雨特別少 所以氣象局會將這樣的資訊轉換成圖 那我們從圖上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分布 那一般來說氣象局的圖都會利用紅色或黃色 這種顏色當作是比較多的地方 那綠色藍色則當作是水氣比較少的地方 在降雨量方面一樣也是 那如果改成用動畫的方式 我們就更能清楚看到颱風的風向 在驚喜台灣的這些颱風 多半都是逆時針轉動的 那逆時針繞著颱風也旋轉 那它的雨帶也是這樣子的運動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紅色的雨帶 在2015年蘇敵樂颱風靠近的時候 它在途中的樣子正在侵襲著北台灣 那它會造成什麼樣的現象 就是瞬間大量的降雨 我們可以看到北部山區 從藍色綠色的樣子變成了紅色黃色 就是降雨量很快速的在增加 有多快呢 我們從烏來的福山觀測站 就可以看到接近破紀錄的雨量 但是它破紀錄並不是最後累積的雨量 最後累積的雨量 它跟前面其他的颱風的例子 並沒有差多少 但可怕的是它在12個小時 6個小時甚至1個小時之內 它降下了破紀錄的豪雨 那這樣破紀錄的豪雨會有什麼影響 或許大家還有一點點的印象 在2015年蘇敵樂颱風過後 發生 北部地區發生一件大事 就是超商裡的礦泉水全部被買光了 那為什麼被買光 因為我們的飲用水都變得又黃又濁 激水場根本來不及處理 有人說是水土保持的問題 其實這個雨量已經 在不管你有沒有做好的情況下 它都會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從前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到 風跟雨帶 它對我們地形是有什麼影響 下次我們在看這些氣象報告的時候 就可以去理解這部分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 也是我們一開始最常 我們好像會被勾避說 氣象預報報的不準 過去在氣象的預報上 通常都會以一條路徑 告訴你颱風將來會往哪個地方跑 但通常這條路徑 都不會是颱風最後跑的路徑 那是因為我們對於大氣 我們前面也提到 有很多未了解的事情 但現在隨著科技進步 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模擬颱風的路徑 當然就會得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所以我們在解讀像這樣的 預報圖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這個預報圖有一個黃色扇形的區域 它並不是告訴我們 颱風到日本到了韓國就會變得很強很大 並不是這個關係 而是它的誤差範圍會越來越大 颱風在比較靠近我們的時候 我們去預測它誤差範圍就小 當它還有七天才會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誤差範圍就會很大 那以這樣的方式其實比較科學 像這個扇形的部分指的是颱風有70%會清洗的地方 當我們只為了一條路徑而做準備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準備不足 因為我們只準備了這一條路徑 當我們準備稍微大一點點範圍 譬如說50公里的誤差好了 颱風走到這邊我們有準備 颱風走到另外一邊我們也還是有準備 那才是更好的防災策略 那了解了我們怎麼看路徑之後呢 其實也可以告訴大家說 颱風走哪條路徑對我們的威脅是最大的 氣象局把颱風分成十種不同的路徑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時候都是第二類第三類 經過台灣正中間或經過台灣中部 接近北部這邊的颱風是最嚴重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像莫拉克這種極端的颱風 它跟大家一樣是第二第三類 但為何它特別嚴重 這就是我們要繼續談下來的事情 再講到2009年莫拉克的颱風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它跟2015年的蘇迪勒颱風比較 為什麼這樣比 因為他們的路徑是有一定程度類似 甚至在蘇迪勒颱風接近台灣之前 有很多氣象的專家或者是媒體也提出警告說 它的路徑跟莫拉克很像 我們要非常小心 但實際上呢 它帶來的降雨量並沒有像莫拉克如此的驚人 那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他們走的快慢是有差的 颱風如果在我們這邊 台灣這邊留的越久 它的災害越強 所以我們不能單單只看颱風的強度 像莫拉克的颱風就是中台 那它在台灣自由的時間這麼久 造成的災害就相對強大 那莫拉克究竟為什麼這麼嚴重 其實除了颱風本身的因素 我們還可以帶到大氣環境跟地形的影響 我們把台灣的地形圖放在旁邊 跟雷達回坡圖一比較 可以發現一件很神奇的分布 風雨大紅色的地方 只要過了台灣的中央山脈的東側 它就好像消失了一樣 大部分的雨都被我們的山脈擋起來 但是它只讓我們的東部免於水災 但是讓西部還是降下了很強大的好雨 那是因為颱風它的歷史針的風向 會把雨帶不停地往地面上帶 那同時還有一個我們不太喜歡的幫手 叫做西南季風 這種情況我們通常會叫它叫共辦效應 共辦效應就是像颱風這樣攻擊我們台灣的方式 我們把它當作是一個拳頭揮擊過來 那麼西南氣流又是一個助拳的一個角色 它幫我們助長的這些雨勢 那中央山脈就像是一個 一個盾牌一樣把它擋住 但是我們有提到 颱風有很多的能量需要釋放 那它無法到我們的東邊釋放 它就在這邊西半部的山區裡面釋放完畢 那也造成了這麼嚴重的降雨 那這樣的共辦效應 其實我們在另外一個情況更常聽到 就是秋天的時候 秋天我們常有一個俗語在形容秋天的颱風 就是高的台沒人知道 那它是告訴我們秋台很可怕 那秋台可怕到底在哪裡 它除了我們太平洋高壓在秋天的時候變得不穩定 讓我們的颱風變得飄忽不定以外 還有很可怕的東北季風 當煤基颱風 2010年煤基颱風靠近台灣的時候 它甚至沒有登陸台灣 卻對台灣的東北部造成了嚴重的災情 或許大家還有記得 在蘇花公路曾經有一台遊覽車被帶到海裡面 就是在煤基風災的時候 那颱風沒有登陸 但是卻造成了災情 那另外一個例子也是我們很常聽到的叫做西北台 所謂的西北台呢 其實就是當颱風的路徑是從北部海邊這樣過去的時候 會造成的 因為這個路徑移動的時候 它會帶來強勁的西北風 颱風的逆時針氣流帶來的西北風 就造成了北台灣造成了新竹這一帶 嚴重的災情 所以這告訴我們 雖然剛剛有講到 第二類第三類的颱風很可怕 但其實每一類的颱風都有它可怕之處 這些颱風對我們有可能會造成什麼樣的災害 有時候我們從新聞媒體上面 為了讓我們知道這個颱風不用擔心 或者是很可怕 就會有這樣的形容詞告訴我們 這個颱風是怎麼樣的情況 但這樣的敘述呢 其實我們只知道颱風會很可怕 但不知道它哪裡可怕 那透過上面我們這些 例如說我們了解它的路徑 了解它的環流跟速度 或許可以真正知道 這個颱風來的時候 可怕在哪裡 可怕在什麼地方 當然我們不能用一種方式 吐全台灣 不能用一種方式去 應用在全台灣的每個地方 去做房災 因為當你住在不同的地方 就會有不同的風險 譬如說在山區就一定會有 就有可能有機會有土石流 或山崩的問題 到了平原我們沒有土石流問題了 卻有淹水的威脅 那甚至到海邊 我們還得看日子 當初一十五的時候 我並不是要拜拜 而是要防止它的海水倒灌 因為初一十五的時候 海水總是會長到最高的時候 在海水長起來的時候 颱風的低壓 颱風的雨勢 又會再助長水的高度 讓我們的低洼地區 更有淹水的威脅 那即使在都會區 如果遇到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莫拉克的雨勢 我們也很難逃脫淹水的威脅 因為大部分的洪水射擊 它都有一定的限度 那當颱風可能有機會超過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要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方式 譬如說政府也開始幫我們做這些調查 讓我們可以了解土石流的威脅在哪裡 或者是更多的災害前世 像是國家防災中心 它有提供這樣的地圖 或許有人覺得說這個太深了 太難了 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但我們還是要理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最後一個收容處所 至少我們知道有災害的時候 我們該往哪一逃 而不是無所適從 或者是我們到了鄉鎮區公所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防災地圖 或防災小卡 當然假如你的所在地沒有 我們也是必須要去增渡政府 因為這件事情是必須要靠政府 媒體甚至我們個人去做的 今天我很簡短的做一些介紹 讓大家知道說颱風的可怕在哪裡 然後我們該如何去學習 了解這個颱風的可怕在哪 那雖然還有很多沒有提到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隨著科技的進步 雖然颱風越來越可怕 但我們的科技進步 知識也進步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切入 去了解它 來減少這樣的災害 那今天也希望可以從現在開始 我們一起學習著 如何去更了解颱風 我是潘昌志 最好的防災之道 是學習與自然共存 謝謝大家